高付税韩国老公不在家的第13天 姐妹们我受不了了 今天终于最后一天了 明天我老公就回来了 哎呀我看了他们两个星期姐妹们 14天整整 幸好有大姐每天来陪我说几个小时的话 不然的话我觉得我要崩溃了 进来二姑在想这妈妈咋的了 磨正了 大家可千万不要被吓到啊 因为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那种心情 主要是如果我没怀孕吧 也没怀孕的时候 我带他俩带两天我都觉得要疯了 现在我是怀着孕 尽量每天都在跟他们讲道理 我能不发脾气的时候 我就不发脾气 但是实在忍不了的时候 也得训他们 不训的话 哎呀我的妈 这蹬鼻子上脸一顿给你整 而且这边吧 大姐做完三个小时的饭呀 然后把卫生走了之后呢 剩了时间 我要给他们刷牙 洗澡 洗脸 换衣服 然后呢 喂奶 不算喂奶啊 就给他们倒好牛奶 然后哄他们睡觉 每天一系列的流程 每天一系列的流程全部都做完 哎呀 都已经形成习惯了 等金老板回来 我要每天他带我出去玩 出去溜达 出去购物 出去买东西 天天看孩子 天天给孩子做饭 天天陪孩子玩 然后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就是孕妈妈到晚期 千万不要喝咖啡 千万不要喝奶茶 我的妈呀 还是我就这样吗 上次也是晚上八点多了 我老公给我买了一杯奶茶 我喝完了 我的个天老爷呀 一晚上没睡着觉 然后呢 我就不长记性 昨天去超市 就看见咖啡了 就非得要喝那个咖啡 然后我就买了一盒卖星咖啡 回来泽包那给喝了 这家伙的给我折磨 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啊 九点就上黄了姐妹们 到凌晨三点 我还在那清醒着呢 实在是挺不住了 后来可能睡了两三个小时 到早晨六点 我又清醒了 啊姐妹们 是不是被她俩折磨的 已经有点疯癫的状态了 感觉 你看看这个一个个的 歪倒在沙发上 每天上学之前 我都让他们看 十分钟的电视 然后再去 这样的话他们就很开心 不然的话就不开心 咋不是他老说肚疼 吃多了吧 早晨拉把了呀 现在来了这边之后 妈呀尿不湿也不用了 也不尿床了 那每天晚上一那个尿尿 就自己起床 然后上厕所 现在以前拉爸爸 都往尿布上拉 现在往便筒里拉 哎呀可厉害了 没事还得乱溜的 多走动 咋回事啊 咋肚疼呢你呦 你天天不在疼就那疼 好了准备就绪去上学 现在是不哭也不闹了 去了玩的还可开心了 回来跟妈妈说 妈妈学校可好玩了 在监控里看他们玩的也谁嘛 一蹦一跳的 昨天下了一天的雨 有点凉凉地 哎呀上车 送他们去上学 然后我在家享受自己的时光 今天大姐说最后一天了 然后她也早点来 下午去跟朋友们约会去 我说好 然后呢正好明天老公就回了嘛 然后我还在想呢 我这两天就 不是这两天 就是有 我觉得有一个星期左右了 她是那种什么呢 嗯 就感觉有肚子紧绷的时候 不知道那个叫不叫公缩 因为我看他们有 有那种就是 偶尔会来一次公缩那种的 但是不是像生的时候那种一直公缩的 因为我虽然生了两个孩子 但是我已经忘了 我感觉这个老三肯定会早出来 现在已经2月20多号了嘛 因为本身预产期是3月14号的 但是我感觉她3月初就能出来 因为老大的时候是比较延迟的 然后拖了好几天都没动静 我就爬了一天的楼梯 当时我家住11楼 然后我就从一楼爬到11楼 从11楼再下去到一楼 折腾了一天 第二天早上6点 我就羊水破了 就那个时候没啥感觉 觉得她俩还不出来呢 然后老二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 好想看她感觉 因为当时也是我老公都在身边嘛 应该是这几天我老公不在我身边 我就有点紧张 我就害怕她随时出来 而且带他们两个 那个陪她俩睡觉嘛 每天晚上我的妈 她俩那个脚啊都不老实 一会儿踹一下肚子 一会儿踹一下肚子 给我吓的 我在想可千万不能在我老公不在家的时候 她可生出来可高了 因为我来了已经20多天了 在来之前在韩国 做了最后一次产检 正常的话到末期的话 应该是一周 一周一次产检吧 还是两周一次产检了 我已经20多天没去产检了 因为在等那个保险卡 前两天那个保险卡 上朋友家去拿了一堆邮件嘛 正好卡在那里边 然后呢 但是这边的医院需要预约 就不能去直接就给你看上 然后就找了生老二的时候那个医生 因为他好像还是很厉害的 呃就是我现在老二的肚子上 就我的肚子上就是生老二的时候 没有点 没有疤的 就想那还去那个医院吧 正好还认识 呃 然后他给我预约了下周一的产检 大姐已经来了 你今天下午就约会去啊 对 跟姐妹约会去 跟姐妹约会去 对 我晚上我想做 他们做萝卜汤 然后正好家里有剩菜 直接吃点土豆片 可乐鸡刺 就够我们娘几个吃了 明天我老公就回来了 我给他们煮了一个 这在韩国老做那个 萝卜豆腐牛肉汤 然后大姐在那种鸡翅呢 一会我就得接孩子去了 我给这鸡翅 老大可爱吃了 老二不咋吃 一人喜欢样还不一样 还得做好一样这一天 我让大姐帮我看会儿孩子 看人家交流的 一个里有 他们仨家能交流 看没有 哎呀呀呀 好 对 好